欢迎收看上阶关心电影的欢迎新闻 欢迎观的大体感想上当中市的核心的拼得教育 从100年都开始 年载6年来提到教育部的拼得教育提供 以及尽管好风阶约的困境和保障 在这9年竟然是更大本地 基本上全观好风拼得求求的青年表永外党 今年总共是有14天的效果 和24名学生来提到标游 欢迎观党李静永也起新来整公办公 替学生掛上採取材料 困定青年合作和好好用心 来在香港基盤壮观拼得优秀青年表演活动 欢迎观党李静永也起新做出席 以替这些学生批刮採取办法讲证 用行动来困定学生的表现 把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经验的模式 推展到我们云南县各级学校的校园里面去 也同时进行品优的同学的争选跟颁奖 希望用这样子来鼓励 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能够敦品力学 在校园里面都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楷模 希望带动校园的风气 也进一步的能够推广到社会去 所以我对这样子的活动高度的肯定 也很乐于接受校长的邀请到学校来 为这些小朋友们来颁奖来鼓励他们 第二天想上当中是孩子的品德教育 过去这两年 今年得到的教育部困定 并且为古年开四种品德教育 推向专官 学校的学生在生活教育品的教育方面 表现得非常优良 也获得教育部的肯定 所以连续六年都拿到教育部的品优的学校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个品德优良 这个推动到前线各学校去 所以我们从七年开始 就跟教育部 教育处合伴品优青年的表扬 青少年是真心大专门的改端 如果身体变化 人生发要很大差别 品力教育是因一生最好乐物 青少年在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在身心方面 比较不稳定 比较急躁 那尤其在这个目前的社会当中 有很多比较不良现象的产生 那我们一直在追求功利的 这个一个成就之前 我觉得最重要是在品德 品质跟品味 透过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表扬活动 让我们的品优的一个的生活教育 能够阻止在我们的每一个校园 甚至深入到我们的家庭 跟我们的社会里面 这次总共有24件好好 64名核心收到这份肯定 大家想想要利用这次 颁奖机会 和新社团来电演 有请问我来跟我们主编目桌 还有最美的蔡总召集 记者 礼品贩 参考报导 收集团来说 收集团来电演员 收集团来电演员